投资朋友圈 助理你的投资决定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 嘉宾见股环节 那在视频的另一端 是我们的老朋友 Kimi 汤立宏 这节呢我们看到 Kimi为大家介绍的 这支个股是国药1099 来听一下Kimi最新的解读 就是最近也看见了 就是中国的一些疫苗的股份 因为有关的疫情的需求的话 也看见他们股价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最明显的就是 也看见就是 那个福星的那个股价 真的是上扬到一个 比较蛮高的那个水平 但是呢你看见就是 1099就是国粤 它的那个股价那方面 有一个蛮落后的情况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也跟Kimi谈了很多 疫苗的那方面的议题 也看见其实疫苗的需求的话 也就是需要更多的一些时间 去填补有关的那个需求 所以我自己认为 供应量那方面 也会不会做一个明显的减小 可以看见呢 其实最近的话 印度的那个疫情 还是蛮人重 泰国那方面也就是通药 所以我自己认为 国药 你看一下它的股价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 破定以后呢 已经做一个比较明显的 合理的回调 如果现在去马路有关的股份的话 我自己认为也可以再追 它达到30块目标价这个水平 也就是比较蛮合理 唯一蛮担心的就是会不会 做一个股价的高回的回复 因为你看见呢 其实它已经在股价那方面 已经不断创新高 但是我看见呢 因为它有一天的成交量是蛮多 股价的拉升是蛮多 所以也说你蛮多资金 还是买进去的 就是如果就是把它的一个 target price 就是在一个比较低一点的话 30块 我自己认为也可以去买一下 去考虑 所以对于国药来讲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大家也是可以考虑部署 另外想要跟Kimmy在review下 上周您给大家推荐的 个股江西同358 那江西同呢 我们跟踪了一个礼拜 发现其实它在今天 昨天其实是有一个 明显的一个涨幅的 而且很快就应该达到了 您给到的这个目标价 21元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如果到达20亿元 这个位置的话 会建议大家先行获利吗 还是说可以继续持有呢 因为我们看到 铜价这一方面 美银其实昨天晚上 就有一个表示 他认为铜库存呢 其实仅够约 三个星期的需求 铜价在数月之内 至少能够见到 13000美元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样说 铜价会不会未来继续上涨 对于江西同来讲的话 是不是也是 还有一定的空间呢 其实呢 在今天的话 我刚刚看见 就是江西同 它最高的一个 一个月新高 就是20.9 就是差一点点 到达我的那个 目标在21块 但是你看见 它在昨天的那个 降股那方面 比较明显 因为在昨天 也看见 重新钢铁1053 2600 中国铝业那方面的 股价也不断在上新高 因为除了 你看见就是美元指数 我们谈的 从93高的位置 回到90 91 这个位置 比较为人以外呢 可以看见 因为在那个资源的股份 他们的价格 不断做一个 原材料的一个提升的话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拉动 另外一方面 就是石油的股份 在前天已经做一个 明显的反弹的话 也会帮助整个的一些资源板块 他们的那个股票 还不再度做 唱一个明显的新高 所以对那个 降系统的话 虽然就是差一点点 会达到我的那个目标价 那今天只是上午的那个时间 可能是下午的话 我看见现在 胜负那方面 也有个明显的周载 但是我认为 还是可以得到21块 这个目标价 他们可能是有一点金钱 可能会达到21.35 或者是21.8 这个水平 所以如果真的是 还是持有那个股份的话 还是可以持有 因为我看见 铜价还是也有力到 再度那个上扬 但是要留意一下 就是现在蛮多的一些资源股 还有航运的一些股份 他们的股价 已经得达到一个 很高的那个汇值 这个事情的话 我真的认为 应该要留意 不要就是把它的 那个目标价 认得太高 如果认得太高的话 会比较蛮担心 好像是三月份的时候 突然之间下股值 把很多的一些 科技股 新经济股 他们的那个 从二月份的那个高的汇值 就是已经三月份 就是下下去 那现在你看见 其实那个资源的股份 还有就是那个 航运的一些股份 特别是航运股 已经升到一个 比较高的那个水平 特别 特别就是1919 我看见 它现在的PE 已经达到16倍 就是使盈率 那方面的事情 列考高开以后呢 还是在涨 所以要小心 很多的股份呢 资源股 还有就是一个 我说的航运股呢 就是如果你就是 有证权的话 就是应该要 只赚离场 就是会比较合理 只赚离场 会比较合理 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嘛 同价可能会在数月之内 至少见到1万3千美元 如果要是现在手上 没有获得一些投资者的话 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消息 去期待同价的一个上涨 在同时进行部署吗 还是说这个位置 真的已经过高了 不建议大家去进行参与了呢 其实呢 真的是同价的 那个方面的事情 会不会再度畅新高的话 重点真的是放在 在今个周五的时候 非农的那个数据 因为非农的数据 真的是会影响到 美元的汇率 如果美元的汇率 还是会直到 90 91这个美元指数的 那个水平的话 你会看见 就是对于一些 大型的商品的价格 他们会有一个 很大的支持 那同价还是也有机会 做一个明显的 那个提升提高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自己认为 要放在周五的 那个费用数据 才可以看见 往后就是那个 可能说那个资源的股份 他们的价格 是不是再度 有那个上涨的那个空间 所以如果说资源股 已经涨了这么多 那看到石油股 才刚刚开始涨 而且我们看到 受到原油需求的复苏 沙特拉每一季度 净利润也是大增 30%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是不是石油股 现在其实还有一定的机会 是可以建议投资者 去进行部署的呢 其实如果石油股的话 我自己蛮喜欢 就是看883 就是中国海洋石油 因为中海油 它其实在三大的石油股之内 它就是跟油价 那一方面最接近价格 就如果油价 真的是涨了很多 跌很多的话 就是883的股价反应的最多 那你看见其实每一次883 它的股价就是穿了8块 这个水平以后呢 会有很大的力度 做一个明显的反弹 对上一遍 你看见差不多已经穿8块的时候 最低8.06块 就是5月3号这个事情 很快就是跌进到令水平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反弹到8.5这个水平了 所以我自己认为 如果真的是油价 那方面做一个投资的话 我自己蛮喜欢883 就是每一次会等到它 换8或者是跌进到8 这个水平的时候 马如做这个抄底 然后短炒的话 也就是比较蛮合理的 一个马如的价格 所以每当883 到达8块钱附赠的时候呢 在Kimi看来 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去进行布局 进行去短炒的一个时机所在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